大家好,我是莉莉安。 今天呢,想做一个特别的视频, 给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个关于现在房东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。 现在这疫情期间呢,有很多房东遇到了麻烦。 我的很多的这个视频的订阅者呢,也不光是加拿大的这些朋友。 我也看到其他的这个视频里面, 房东呢,因为租客的不交租金的很多的麻烦也非常的痛苦。 这个呢,我也表示很同情他们。 这一段时间,有一些房东呢,问了一些问题,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很好的。 今天呢,我就想借用这个时间呢, 跟大家解答一下这些问题。 我最近呢,我的视频呢,也有很多的这个新的订阅者。 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支持我, 订阅、点赞、留言、关注和转发。 我今天呢,特意呢,给BC省的这个租赁管理处打了一个电话, 跟他们确认了一下,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信息。 我相信呢,对这个其他地区的这个房东呢, 也是有一点点借鉴的这个作用。 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租赁法规可能是有不同的地方。 我很建议呢,房东呢,对这个租客的这个问题呢, 去咨询你当地的租赁管理处的这个部门。 好,今天呢,我想跟大家来解答的是四个问题。 好,第一个问题呢,是租客签了定期的合约, 但是呢,在这个定期合约结束之前就要搬出。 这个呢,在租赁法规是怎么样规定的? 今天跟我在电话中的这一位工作人员, 他呢,讲这一点呢,在这个疫情之后并没有做这个改动。 也就是说,当租客签了这个定期合约的时候, 他要遵守这个合约的这个规定。 如果是没有住满而搬出的话, 房东在找租客之中, 如果是有控房,有其他的损失的话, 也是要这个租客来承担的。 当租客有这个违约行为的时候, 我们可以给租赁管理处提出这个申诉。 当你提出申诉的时候, 是由这个仲裁官来根据这个租客的这个情况, 来判定这个租客搬出是不是合理的状况。 因为我们知道啊,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, 有很多的时候呢, 是我们人为的不能够控制的状况。 如果是特殊的情况, 租客是一定要搬出的。 这个时候我相信呢, 我们房东呢也应该能够理解。 如果租客故意的毁约, 没有一个正常的这个理由而去要搬出的话, 这个时候我相信这个仲裁官一定是会这个判这个房东是胜诉的。 房东呢也要一个思想准备。 当我们走法律程序, 判决房东胜诉的时候, 这个钱也是不一定能够拿回来的。 所以这个呢, 大家要思想准备。 因为这个租赁管理处呢, 它只是一个裁决的一个机构, 但是它并没有这个执行的这个权利。 当我们要讨回这个租客欠我们的这个租金, 或者是讨回这个损失的时候, 我们还是要去其他的地方来受理, 比如说小额法庭。 我自己的建议呢是, 当租客提出要搬出的时候, 我们要问清楚租客为什么搬出的原因, 然后呢让他写一个书面的一个要求。 因为呢如果是真正去上法庭去申诉的话呢, 法官也要看他写出来的是不是到时候真正去讲出来的是一致的。 这个呢对以后上真正是走到这个法律程序呢, 应该会这些证据呢对你会有些帮助。 当租客提出来的时候呢, 你也可以跟租客讲, 租赁法里面没有规定在这个疫情期间, 租客是可以来这个break这个lease的, 就是来提前能够搬出的。 好,第二个问题呢我问他的呢是, 如果在这个疫情期间租客不付租金, 那房东应该怎么做? 他跟我讲呢, 他说呢确实在疫情期间呢, 我们是不可以给这个租客开驱逐令的, 但是一旦疫情结束之后的话呢, 房东是可以给这个租客, 因为他没有交租金而开驱逐令。 好,另外呢这个问题呢是, 有一些房东呢提出来呢, 租客要求降低这个租金, 但是房东不同意, 这个情况在法律上有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。 他说呢, 在这个法律条文上没有这样的规定, 也就是说, 如果呢确实有困难的这个租客, 房东如果是愿意接受租客的这个要求, 那大家可以签约, 能够在这一段时间降低他一些租金。 但是呢如果房东不同意去降低租金的话呢, 那租客没有权利少交那部分租金, 那我就问他呢, 那如果这种情况下, 应该视同于租客没有交其租金, 所以呢他也是违约行为, 他也承认, 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, 在这个租客疫情之后, 也没有把这个租金补上的话呢, 我们是可以在疫情之后, 给这个租客开这个驱逐令, 让他搬走的。 最后一个问题我问他的呢, 是如果在这个疫情期间,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定期的查房, 租客在里面有一些破坏这个房子啊, 或者有一些危险的一些行为, 那我们这种情况下, 能不能让租客把租客赶走? 在这个疫情期间, 只有这个emergency的这个状况, 我们可以发这个驱逐令。 那我又问他呢, 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举这个例子, 什么叫emergency, 就是什么叫这种紧急情况? 那他就想呢, 比如说租客在这个, 在出租房里面制造这个毒品, 或者呢有一些危害人身安全的一些行为, 这个时候呢是可以的。 但是呢, 这种情况下呢, 这个仲裁官呢, 也是要听取一些证据, 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个证据来证明, 他这个确实是有这个危险性的行为, 而且确实是紧急的情况, 一定要让这个租客搬走的。 他的意思呢, 是说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, 房东还是可以给这个租客开驱逐令, 但是呢是由仲裁官来判定, 如果他们觉得证据确实是紧急情况, 他们是会给这个租客开驱逐令的。 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呢, 其实房东朋友呢, 是要需要有一些耐心, 就是还是尽量的去跟租客有一个交流, 尽量呢我们把这个租金都能够收回来。 一旦租金如果是有可能收不回来的情况下呢, 也要跟租客讲清楚, 现在疫情期间, 虽然我们不可以把这个租客赶出去, 但是租客也是要有这个义务交租金的, 并且呢房东呢也没有这个义务, 一定要降低这个租客的这个租金。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一些帮助, 请你帮我点赞。 这个星期论呢, 我会给大家请一个特别特别的嘉宾, 现在呢还不想跟大家透露, 也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视频。 好,我们下次见。 好,我们下次见。